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糖葫芦 我五岁时跟家人回台湾过暑假 夏天的台北寒热,因此家人晚上带我去夜市 我印象最深的是,人很多,声音很多,灯光很多 家人都怕我不熟悉夜市的环境 拼拼提醒我,这很烫,不要碰,哪里车多,要小心 忙忙当当的我,家人买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吃了咸酥鸡,芦苇,面线,珍珠奶茶,还有很多很多美食 所有的都很好吃,但唯一让我念念不忘的就是糖葫芦 经过糖葫芦的摊前,妈妈觉得我应该会喜欢 挑了一串小番茄糖葫芦给我 我第一次看到,觉得很新奇 妈妈说小番茄糖葫芦是古早味的甜品,你试试看 我拿着那串糖葫芦,小心翼翼的咬了第一口 我非常惊艳 甜甜脆脆的糖衣,加上可爱的小番茄 我里面狼吞虎咽,咬了第二口,第三口 很快的,一整串沉浸了我的肚子里 我回到美国后,妈妈看YouTube叫我做草莓糖葫芦 先洗草莓,擦干草莓,串草莓 在锅上煮好的糖浆,就是一串令人垂涎的草莓糖葫芦 我迫不及待的咬下了一口 虽然不是相同的小番茄 但甜甜脆脆的糖衣,却让我感觉到熟悉的滋味 虽然都是我喜欢的糖葫芦 我还是最念念不忘在台湾的糖葫芦 有可能是多了络绎不绝的热闹气氛 也有可能是妈妈乘着我在人生间穿梭 更有可能是扑鼻而来的各种食物味道 以及不同的汤味让我目不斩惊 现在疫情当前,短时间内很难回台湾 等疫情结束后,我要飞回台湾 再去尝尝我最念念不忘的糖葫芦 谢谢大家